早上是冠冠 這個副總統熱情得去參加 總統府的選舉 然後就去台中作詞 他批評說這個中共是 每次都要介入台灣的選舉 所以讓大家要支持 中國最不介意的好選人 如果這個國民黨的好友誼 他是去選擇作詞 他批評這個熱情得 無國家的觀念 到底是要安裝出來選總統 另外這個民眾黨的關門 是去台中作詞 他說對選情真有信心 這次是最嚴重 我們敬請國人能夠支持 中國最不喜歡的候選人 要讓他能夠高票當選 這個是粉碎 中國借選最好的手段 如果選舉說 若選總統會根據 中華民國憲法 到現在的法律退三國政 國民黨的好友誼 是跟選舉組織 說要跟選舉官司描述 當選擇跟東京國憲三萬一樣 變成科學社區 讓北台灣整個發展 好友誼再起先參加 東中央的生意點禮 還跟董主席立倫 跟討論台客投了 冷卻一冷 做立倫也選擇 國民黨會建設中建國的路線 是中華民國 然後我的媽媽這個國家保護著我 所以我會鎖著清國先生的 貢獻跟犧牲 好好的建設我們的台灣 民眾黨瓜文鐵是跟台東 要迎接日控制宿的出席 雖然其他日子更並沒有出現 不過瓜文鐵也是直接跟民眾做的協商 跟這次這麼簽名 也好由民眾要選擇新政典 梨明來臨之前的夜晚 總是黑暗 但是梨明一定會到來 從一開始不看 到現在已經三強 中間遇到了很多的準則和困難 不過瓜文鐵也紀憲 我住民政策分享會 擔論政見 也不是我去屏東 參加做小活動 讓郭管市一時之間 混做16路 怕自己做的票議靠乎 要不管一切拼一遍 參加人數有幾百公子 過程娘不是說要打空前 也要強化六前來顧票 記者中華報道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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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